欢迎收看有熊老师陪你教数学 我们这一集先来延续上一集的介绍 来推论这个正多边形的内角 一个内角合是几度 我们在这个交代作业的时候有提到说 要怎么去解它呢 你可以从这个正多边形的内角合来处理 正五边形的内角合 它会是五边形的话可以切出五减二 可以切出三个三角形嘛 所以它是180乘以3是540 然后再去除以5 所以540除以5的话是108 540除5等于108 那正六边形呢 它的内角合是180 6边形的话 它可以切出四个 所以就是n-2嘛 所以它可以180乘4除6 那约一约是120 不带一提这个正n边形你的n的边数越大的话呢 你的单一个内角一定是越大 那为什么呢 大家可以先想一下 那正七边形的话呢 这个它是一个分数啦 所以它是180乘5是900除以7 这就它的答案 正八边形的内角呢 它是180乘 正八边形呢 它可以切出六个三角形 会拉出五条对角线 会切出六个三角形 固定一个顶点的话 会有五个对角线 会有六个三角形 那六个三角形的话 6乘180 再除以8 于是是700 然后 诶 104 108除8 这样是多少 约4 180的四分之一是45 所以是3乘以45 是135 我这约分比较快 真的数比较慢 九边形的话呢 是180乘9除8 诶 不对 180乘7除9 乘7除9 所以是140 10 十边形的话是180乘8除10 所以是18乘8 818 8 8 6 14 4 所以这个是144 919 9 9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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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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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8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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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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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8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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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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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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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所以你拿180去减,180是11分之11 个180,所以减差剩两个 11分之2 然后150的话用180去减150是30 减160的是20,减162的是18 那我为什么说列出外角你就会发现 前面这边不用算那么麻烦了 我们明明这个外角是用他算的嘛 那就是说,事实上我们外角可以不一定要用内角算啊 因为N边形的外角合 重新捞了一张 N边形的外角合固定是360嘛 所以你既然是正N边形 那你的这个 每个内角都一样,你的每个外角也都会一样 因为外角是180-内角 所以内角一样,外角就会一样 所以你既然是正N边形,你每个外角都一样的话,我就拿360去分啊 你是正三边形,你有三个外角 所以我拿360除 所以来把这个差别基本上 正N边形的内角呢 用正N边形的外角去算 那正N边形的外角呢 会是,这里面会写下一点 N分之360 可以吗 所以 三角形的话就是360除3 外角是120 正方形360除4是 90 正五边形360除5 4108 4108 不惜 72 72 这就是没有真的在算 来6边形360除6是60 7边形360除7 360除7就是7分之360 8边形的话360除8 除以4是90啊,再除2 45 360除9是40 360 360除11也除不进 360除12的话是 这个 30 可以吗 这样子 那所以呢 内角会是外角的补角嘛 两个加起来要是180嘛 所以我知道正三角形外角是120的时候,他的内角就60 正方形外角90,内角90 正五边形 所以看我们实际上可以怎么算正五边形的一个内角 就是 你是五边形嘛,所以就是360除5是72,再用180-72 6边形 6边形就是360除6是60,再用180-64 7分之360,再用180-7分之360 那180的话是 这个 7分之7个180,这7分之2个,剩7分之5个 1 18-45是135 180-40是140 180-36是144 180-7分之3 360 7分之11个180 11分之11个180-11分之2个180 剩11分之9 5分之1 然后180-30是150 所以你看这样算是不是比刚才那个算法 轻松很多 那 就是利用这样子呢 带着学生 练习过一次 内角和 算外角,再练习一次 从外角算内角 然后去 熟悉这些数字 正5边形内角和180 正5边形内角180 正6边形内角120 熟悉这个180除多少是多少 360除4是90 除8是45 45跟135合起来是180 我们接下来后面的几盒的问题常常会用到这些角度 所以一定要多算 要熟 5 好 然后上一次的作业 于是有一个进阶一点点的问题 是这个 有一个正N边形 他的内角比外角是5 5比2求N 你如果掌握到刚才的这个关键的话 那这个 内角比外角合起来会是 180嘛 所以你设他这个内角是 设 内角5N 外角 2N 可以吗 所以合起来是 N是180 然后来算这个外角 先算外角 比较快 于是外角会是2N 会是 7分之 360 我马上就可以告诉你 他是 7边形 正7边形 所以N是7 可以吗 下面这个同样的道理 射内角 9A 我不要 上面我们上面稍微改一下 不要射N N是题目在问的 OK 来射内角9A 外角 2A 合起来11A 是180 A是11分之180 所以一个外角 会是 11分之 两个180 所以是11分之360 直接写360 这样我就可以看出来他是11边形 OK吗 其实很简单 接下来又要再介绍几个这个 基本的 搞不好在国小也是有教过 但是总而言之 我们就 再很快的交代一次 一方面帮学生复习 另外一方面 其实我后来觉得 很多学生在国中学习的效果 不一致 有的人学的 比较好的人学的就不好 有一个很大的关键就是 他们在国小的时候 学的量就不一样多 国小有一些老师是秉持着这个快乐学习 无压力成长的 想法 所以他就教比较少 那 这个好不好呢 但不一定 或者说他教的比较活泼 那于是 学生到了国中很容易会面临到一个冲击 我没有办法说哪一个老师教怎么样会比较好 但是问题就是说你如果遇到不同的老师 学生就会花力气在适应包括他可能会抗拒 或者是 老师可能会预设说这个你们应该要懂 但是他其实没有懂 或者说班上有一些人已经很懂了 或者说他班上有一些人已经练习的很多 背的很熟 那对于没有背没有练习的学生来说他在学校就会面临到一种情形 就是 老师一问就有人抢答 有人抢答老师就会接着讲 那可能就错过了 他就来不及想 他就压力很大 所以说总而言之 做老师或者说家长 就是 掌握一下如果你发现学生他的国小基础没有那么的坚实 那就帮他再多复习一些 也许不是说国小老师教的不好 而是说他没有那个压力 所以他没有一定要 记得 我就忘掉了 这样子 所以稍微复习一下是好 点到直线的距离这个其实我们以前讲过 就是 点到这个直线上做垂直的 这一段 一个点 好所谓直线 我们在这里稍微这个介绍这个概念 所谓直线其实是很多点 很多点很多点连在一起是一条直线 所以这个点拉到直线上有很多条线可以拉 但是呢 当我提到点到直线的距离一个某个点 A点到直线L的距离的时候 我指的就特别是垂直的这一条 为什么呢 因为这会是最短的那一条 垂直的这个会是最短的那一条 所以我们指的是这一段而不是其他条 这样可以吗 那所谓高 三角形的高 比如说像这样子这个三角形 像这个三角形 他的高呢 要注意就是说 他高是到底边的距离 最高顶点到底边的距离 要做垂直 这样这个才是高 不是说里面随便连一条就是高 可以吗 所谓平行线 就是说 这两条如果平行 那么这一条线上每一点 到M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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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都会一样 他们在 遥远的无穷远的地方 才可以视为有相交 交于无穷远处 或者我们会说他就不相交了 他们两个一直延伸一直延伸都不会碰到 两条平行线的距离就是指这样子的距离 那平行线的定义就是有这样子 那我们到了后面学几何还会对平行线做其他的角度的去 定义 包括两条平行线他可能会这个 垂直于 垂直于同一条直线 那因为他会有这个高嘛 所以这条平行线会垂直这个 这条平行线也会垂直这个 不只一条他会垂直很多条 就是说L如果垂直这一条叫N 那M就会跟着垂直 稍微稍微的介绍一下 来看这个问题 平面上如果有四个点 这四个点呢 没有三点贡献 什么叫做没有三点贡献呢 就先来看看什么叫做有三点贡献 比如说像 1 1 2 3 4 那这三点就 在同一条线上 先拉不准 比如说这样 1234 那这三点就在同一条线上 所以这样就是有三个点在一条线上 那如果今天我要说没有这种情形 就是随便点这样子 假如说这点不要看的话 那就是1234 哎 哎 哎 不管你怎么拉 都不会拉出一条线同时通过其中的三个点 好 这样子的话就可以让你这几个点所连出来的直线的数目有最大的数目 因为你如果三个点同一条线的话 这两条连的那一条跟这两条连的那一条 是同一条 跟这两条连的那一条也是同一条 所以如果今天你想要有最多平面上四个点要连出最多线 前提就是你不能够有三个点在同一条线上 那这样子你到底可以连出几条 想一想 平面上五个点最多可以连出几条 那如果是平面上N个点呢 你觉得他最多可以连出几条 那给大家当作业 那今天来闲聊一下这个 我们在 看电影的时候 我看看那个美国引擎的时候常常会看到 法庭公访 那我们看到那种法庭公访的片段呢 就有的时候都看到有一种人叫做陪审员 那个律师 就你会看到说假如说这是法庭吗 然后法官坐在这里 然后就是这个这边通常是控方 这边是便房 然后这里就会做一盘 然后那个律师一站出来他就会转头看向这边 就开始跟这边的陪审员讲话 那我说我为什么为什么认为这个人无罪 为什么为什么这个认为这个人有罪 台湾的法庭是没有陪审员的 那在美国的法庭才有陪审员 这个是所谓 欧陆法系和海洋法系的不同 那我们不用去记这个名字 简单来说 简单来说以美国为例 在有陪审员的国家的这个法律的概念里面 有很多人可能会想说台湾 为什么不能够也有陪审员 严格说起来不是都不可能 但是他会 很严重的影响到你这个法律和你这个诉讼程序的 设计 就是以美国为例他们的这样子有陪审员的这样的体系 他为什么要有陪审员这个人 我们台湾没有陪审员是因为我们最后有法官去审 那为什么美国他们不让法官去审就好要陪审员 其实在这里要先沉浸一点 美国并不是所有案件都用陪审员来审的 他们是重大刑事案件才会用陪审员来审 所以今天如果 如果 你犯了罪 如果说我犯了罪 我认为我是比较有利的 今天法官会站在我这边的话 我就会诉求要法官赶快判决 可能不一定是我犯罪啦 可能我是控方也一样 我就会诉求法官自己判 那如果今天 当然有一些法律有规定啦 有一些法律没有 那如果法律已经规定了这个是重大案件 法官一定要请陪审员来判或者说对方要求 就是他要求不行他不 他不接受有法官做快速的判决 他要召开陪审员的这个庭 那就是比较正式的就会进入比较正式的判决 那才会由陪审员来判所以 重大刑事案件 由陪审员来判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 的这个思想里面认为 你有杀人还是你没有杀人 这个世界上只有三个人知道 一个是被害者 一个是你 还有一个不能说 不是啦 就是 这带有点宗教色彩啦 就他们会认为说 你实际上有没有犯罪 只有你和 这个 上天知道 你和神知道 那 陪审员 法官不是神 他看完很多资料之后 到底有没有罪 不应该把这个责任加租在法官个人身上 所以在这样子的体系里面他们会认为说那 于是要怎么样呢 要交给一个 这个人面无情 应该说用 利用陪审员的机制好来去代表一个 不相关的理性的第三者的一个力量好去 审判 你们加油看 早期的香港电影 香港的法官在 判案的时候会带那个卷卷毛 有白色的一个卷卷的头发 然后他们在宣判死刑的时候还要蒙一块黑色的面纱 为什么要这样呢 就是要代表 他们为什么要穿得这么 诡异 他们不是说不知道自己这样穿很诡异 也不是说法官都是白头发 而是他们是要代表说我现在在做这件事情 我已经超脱了我的人格 我已经在代表 神在判断 那所以这个是 认为一个体系里面他认为法官可以做这件事情 我们相信法官他的专业 然后于是法律赋予法官这种 接近神的这个角度 就是说 你可以决定 到底他有没有犯罪 但是呢在另外一种体系里面他就认为说我们不应该把这个 决定权交给法官 因为他一个人看不准 我们应该要给很多人来看 那虽然这些人他没有法律专业没有错啊 可是事实 法官他有 法官的责任 就是说法官要去让 控辨双方 各自提出他的证据 我怎么样怎么样有杀 怎么样怎么样没有杀 法官要主动的去 诱导他们去拿出证据来然后 让他们在陪审员面前说 说的够详细的话 即便他们没有法律专业 他们只要 探断一件事情就好 就是 你认为他到底有杀还是没有杀 陪审员判定他 当事人有罪还是没有罪 所以你看那个 电影他演到最后就是陪审员会出来拿出一个信封 说 我们一致的结果 而且只有这个结果就是 guilty 有罪或没有罪 陪审员判断有罪或无罪之后呢 责任又回来法官身上 法官在用他的法律专业去宣判说 那我要判你几年 这样子 所以 这样子的体系就是说他认为 有罪无罪 他有做没有做 这种事情不需要 一定要很有法律专业 就说如果今天法官已经尽他的责任了把双方的证据全部都摊开来的时候 就是看小说的人也可以判断出来是谁 有做没有做 那 当然不见得能够完美的判断 但是 至少到这个阶段之后呢 就不交给法官个人去决策了 交给 代替神的这个角色 交给一群不认识的陌生人 我刚讲到这个法官为什么要戴白 白头发 就是说他代表说我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我刚讲这种不认识的陌生人 我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代表理性的象征了 我已经不再是人了 所以 陪审员的角色就是类似这样 那台湾的 法律系统不是走这一套 我们大部分的法律都是认定法官可以自己决断 到底你有做还是没有做 所以你如果要采纳陪审员系统的话整个制度会 要修改非常的多 包括这个律师和检察官 他以前他是在说服法官 甚至他只要就是 如果他认为法官的立场在他那边的话 他只要拿出足够证据让法官宣判就好了 那未来如果你有陪审员的话你会变成说你要 演戏给陪审员看你会发现 美国那种法律的电影他们就是那个律师都会唱作剧假 然后讲的 很激动难道我们就要这样子愿望这个人吗 他只不过就是一个 会这样 所以有很多人会认为其实陪审员是不必要的 多一点细菌成分 不一定的但是有的人觉得比较客观 目前法务部推动的这个叫做官审制 那我必须要强调他跟陪审员是很不一样的 他还是建立在法官才是判决人的情况下 在某一些案件开放 一些 陌生人可以去申请然后你可以 去看 跟着看 看完之后你们可以提出你们的想法但是不具有 效力 不直接具有效力 只是说如果你们认为有罪无罪你们的想法 官审员的想法 跟法官不一样的时候 这个官审制 就台湾自己发明的这个制度 他认为他要求法官必须要提出理由 就是要 变成说法官如果想的跟官审员不一样 他要写出理由 写出意见书 他自己说明为什么他要去反驳官审员的判断 但是官审最后还是有法官在判断 他只要提出意见书就好 他不用真的一定要这个 说服到他们统议为止 那这是 目前我们的制度 介绍一下 刚才提到了 这个是我们的作业 想想看 4个点最多可以连出几条相义直线 5个点最多可以连出几条相义直线 那我刚讲到这个最多呢 其实就是上面这里的这个无贡献 无三点贡献 那平面上n个点的话最多可以连几条 那我们先推上到这里